再來關心二孔二數年的總統代算 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關問題 今天早起 領起進出記者會 發出說要結束 有權力沒有決定的總統制 他要來推動內國制 跟政府称呼人民 不過民進黨是批評說 他嘴巴內國制 心想來想的其實是訪帝制 今天早起 國民黨的侯優儀 也跟立法議員 勳丹會的日本議員 敬明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關問題 共同意的國政政策 發出總結目標是入國制 比這提出七大信落 包括總統跟立法議報告 接受國黨團的結論 行輸國會同意款 統計 口親與鑑賞議論議 三款分立 更是製造 以後無分過的立委分配 自5%降到3% 向首黨有機會發展 我如果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知道 其實我的目標是 將來要產生中華民國地位總理 當然就不會一步到尾 所以我們要開始往 我們要叫做內閣制 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一步一步往那個移國去 對此民進黨是佩銘說 各問題在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電力說自己是榮證 也別說 以某立東做老師 就現出於弘大席的思想 除了他現在話 內過勢 心來想的是弘大席 心口無法變 以後國民黨的好友誼 是會後立法昆賞會 第四時一開始就說一段 日本會 要發彼此的苦力 並且說一定會東三總統 日本一定會安心 必戰是總統的責任 我一定當選總統 會讓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日本安心 台灣會戶籍印太區域和平 穩定的責任 是非都も 郭遊記候補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自らの政策を堂々と訴えて 世界から評価をされる 素晴らしい成熟した 民主主義を示範 選挙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いたしておりまして 私たちはその行方を 堅持を守っています 日本国会 看東北 優待团体 立法軍団会回答 古屋閨司 創团訪問台湾 参加国境和黨 拜會 總統參選年的行程 第一次就是好友誼 作為何要跟郭文貴既賓 何必比到意味真高 記者 総合部讀 aye 郭文貴族 協議員 第6位 8均 律予